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那SHAW的頻道會在每週四更新 金米咖啡相關知識以及開箱 所以如果各位對金米咖啡有興趣的話 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每週推播囉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講什麼的 兩個有趣的主題 第一個是關於配方豆以及單品豆 它的恩恩怨怨 以及未來為什麼配方豆可能後世看長 第二部分是關於掛耳包的部分 掛耳包怎麼樣沖會很好喝 以及第二個特殊的沖煮法 好 首先我們先來講第一點 關於配方豆 不知道各位會不會跟學長以前一樣 覺得配方豆好像如果我是喝手沖的人 我很少會去點配方豆 但是其實最近學長也喝了很多好喝的配方豆 就像我們之前跟雀和做的情日配方 那個五六支豆子裡面放了好幾支的艷氧 但是它配的又很自然 但是香氣又很爆發各種水果 所以真的買過的網友每個都說 哇靠還能不能再出再紅 但是豆子沒有了 但是一包也是要七八百 以配方豆來說真的是蠻貴 但是真的很好喝 或是說像最近學長喝到的 這個蘸爐的玫瑰人生的配方豆 也是有濃濃的水明桃香 紅茶的尾韻 整體非常的自然舒服 所以其實是不是現在的配方豆 好像已經慢慢的也趕上來了 也不會輸單品豆了 那為什麼我們都會有對於配方豆有一種好像不高級的想法 或是說好像覺得不會拿來做手沖呢 那我們先來快速的科普一下 什麼是配方豆 什麼是單品豆 其實單品豆就是一包豆子裡面只有一個產區 一個莊園的豆子 比如說伊索比亞就是伊索比亞 古蹟就是古蹟 它沒有混其他豆子 那第二種就是要配方豆 配方豆就是一包豆子裡面 它可能是有兩支三支 甚至更多支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產區的豆子 混合在一起 我們叫做配方豆 那為什麼我們以前會覺得配方豆呢 它好像比較不高級呢 主要原因在於是伊索 配方豆的大宗是拿來做義式 那大家都知道義式咖啡 除了單喝之外 我們它也很主要必須要配牛奶 配鮮奶油這些副材料 那所以它在烘焙的時候 為了味道不要被這些副材料蓋掉 它就必須烘的比較深 到深焙 中深焙以上 那同時間呢 為了讓它跟牛奶的結合 跟副材料的結合 喝起來比較和諧 不要一下很酸啊 一下有些不同的味道 要和諧度比較高 所以它的烘的時候呢 它的個性上面呢 就會烘得比較沒個性 主要以統一風味為主啦 所以可能如果這樣的風味 各位拿來手沖啦 會覺得好像比較沒什麼個性 也就是因為這樣 大家會覺得 好像配方豆它就是拿來做義式的 但是其實時至今日啦 配方豆這樣的概念 以及在各個領域 開始有不同的方式使用 譬如說以目前咖啡界最大Size 就是BC 就是WBC 就是世界盃的Barrista大骰 那其實它也是用配方的 但是裡面配方呢 都是用非常高級的豆子做配方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那個呈現啊 一定跟傳統的配方都差超級多 一定會非常好喝 風味一定是五花八門大爆炸 那當然有另外一些咖啡店 現在開始做一些新的配方 它可能是手沖 就是單品使用的 所以它就不太需要去煩惱 說跟副材料的搭配 就可以盡情的去表現那個 配方豆的一些細膩的風味啊 對不對 讓個性更凸顯 所以其實現在觀念已經不太一樣了 那甚至於需要也覺得說 未來的配方豆呢 它可能會有下一波的高峰 為什麼呢 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跟第三波咖啡有關係嘛 像個性小店 其實它們都會希望做自己的風味 那其實單品豆跟配方豆 它們的邏輯不太一樣 那單品豆它比較像是 豆子拿了以後 我盡量表現它的原始風味 就像拿一塊A5和牛 我不會做太多的處理 但是希望能盡量表示和牛的 它本身的風味就是最棒的 但是配方豆不一樣 它可以表現的是一個烘豆絲 它對風味的企圖性以及想像 舉例來說 像這次的 戰爐的玫瑰人生這個風味 它可能原本呢 是烘豆絲 它覺得 我聽到一首法國歌叫玫瑰人生 那它有一些很夢幻的一些愛情的要素 粉紅色的奇遇啊 對不對 甚至一些愛情的遐想 它就把非洲豆的一些風味 比較質樸的風味 中南美洲一些樂帶水果的風味 去做結合 那製造出一個多汁啊 水蜜桃 尾韻有很綿長的紅茶甜度 又有點濃郁的愛情那種感覺 把它放到這支配方豆裡面 所以這個就比較 是專屬於這個咖啡店 這個烘豆絲的一些特殊風味 那第二點呢就是關於這個配方的持久性 因為畢竟單品豆 它有趣的地方 也是從事它最可惜的地方就是 它畢竟產量有限 這包喝完 果丁丁這一批喝完了 就等明年 明年是不是同樣的果丁丁 可能不一樣喔 可能不一定喔 但是配方豆呢 如果其中一支配方我真的用完了 但是我可以找比較類似的其他的豆子來匹配 可能還是可以維持這個配方豆 它想表現的風味 就可以讓這個好的味道延續更久 那第三點呢就是剛才說的 跟一些特殊處理法的結合 因為畢竟 各位這幾年可能喝特殊處理法 也喝的有一點膩了 因為很多嘛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呢 反而是把這些部分的特殊處理法 拿去做配方豆我需要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因為這是有結長補短的過程喔 特殊處理法 味道比較重 很癢 很有特色 但是喝起來不耐喝 但是傳統日曬水洗呢 跟它綁在一起的時候 就可以讓日曬水洗自然的屌性了 然後成為主屌性 但是利用特殊處理法做一個點提 配合在一起的時候 消費者可能同時會覺得說 香氣也很好 品感也很好 也很自然 那像這次美國人生的第二款 就是叫做綻放Brosan 它就是放了一些特殊處理法 所以讓整體的調性多了很多百香果的香氣 那喝起來也不會不自然 也很好喝耶 就整個節奏控制得很好 所以這個就是空豆是要控制那個 特殊處理法的比例才會好喝 OK 那以上三點呢 也就是希望你覺得未來可能 這個配方豆會更好 大家可以去多關注的一些原因 那接下來呢 我們需要來介紹怎麼樣來沖罐包 因為這次我們跟戰爐的玫瑰人生的豆子合作 那是它推出了玫瑰人生的罐包 那也算是很好的配方 OK 它做成罐包以後 希望大家能夠藉由好的充足方式 能夠讓你的罐包也能夠發揮出最佳的風味 所以希望會提供兩個充足方式 都可以讓你的罐包變得非常好喝 OK 那我們先來介紹第一個充法 就是直接拿手中壺來充的方式 那這個充法呢 它同時呢 有一點小細節來思考過以後 你就會讓你的罐包變得比較好喝 OK 第一個部分呢 我們水位用90度 然後呢 讓我的罐包呢 掛好以後呢 稍微搖晃一下 讓裡面的粉是平坦的 那我們就可以準備來充足了 好 可以計時可以不計時 如果能夠計時的話也不錯 好 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一樣給大約20到25cc的水 讓我的罐包充分的吃水 那這個這次佔爐的罐包呢 是13克 算是很大的罐了 所以呢 我的給水呢 就可以用到大概兩倍 就是20克到26克之間都沒問題 然後悶蒸時間一樣抓個30秒 沒問題 就讓它的咖啡粉徹底的吃水 那當然如果你沒有磅蹭 不太方便的話 就是給兩圈讓我的咖啡粉全部都吃到水 就可以了 不用過多 那得30秒 那第二段開始呢 我們就開始要開始 有一點小重點 好 第一段 用小水在正中間 其實不用太過刻意 就是用小一點的水 先往正中間給 然後給到大概100 來 這一段我給會多一點點 因為我希望它的那個 剛才說的水蜜桃的香酸 可以稍微多一點點 所以我給水會多一點點 小水呢 可以讓我的咖啡粉浸泡的程度 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它喝起來就會比較不會有浸泡味 那我們把浸泡放在甜度跟巴黎部分來做浸泡 所以它整體喝起來就會清爽度高一點 但是那個水果調性會更完美一點 那等它流完 接下來第二段給水呢 我們要用中水 所以小水、中水、大水很好擠 那中水呢 就給到150克 中水 好 稍微大一點 往外繞 讓它快速的有個醃水的感覺 這一段呢 因為它往上醃水了 對不對 所以它的整個浸泡時間 會拉得比較長一點點 那我們剛剛萃取完酸質以後 這一段就可以來萃甜質了 喝起來就會甜甜 乾乾甜甜的很舒服 不要浪費那個中間的甜質 就是 配方豆 通常都會讓甜質做得很舒適 所以這邊不要浪費 好 然後讓它稍微流一下下 這個時間 第二段開始時間會比較長 但是沒有關係 就無所謂 可能多個十幾二十秒沒差 好 等到差不多溜乾的時候 第三段用最大的水 用最大的水一樣 讓它整個醃起來 但是因為是大水 所以它的流速不會太慢的 好 第三段 正中間給大水 好 小繞一下到200cc 好 然後就完成 讓它流完 那這支站爐的這個掛耳包是13克嘛 所以它可以沖到200cc 它的粉水筆可以拉得比較高 本身的味道也比較足啦 就風味也比較多 所以你就可以拉得比較多一點點 如果你是比較小克的話 譬如只有10克的話 你可能一般從120到130 那就算是劑量比較少一點點 那這次掛耳包13克就可以沖比較多 那這段呢 因為它整個是大泡水 所以你就可以說 讓尾巴有點body的部分 OK 好 等它全部流完 就可以喝囉 那全長大概是3分半左右 OK 好 那這個沖法呢 就算是掛耳包裡面蠻講究的 就可以讓風味可以表現得很出來 這就完成了 OK 那接下來第二個沖法 就是比較大家沒聽過的 就是用兩個杯子的方法 OK 我們一樣用這個玫瑰人生的掛耳包 那把它撕開 剛剛我們一次打開來了 那我們現在順便把那個 其他的步驟跟大家講一下 上面有一個 這是比較大型的 比較寬的 比較特殊 不是那種長型的喔 是有寬型的 所以大家搖一搖 上面有一條線 上面寫Open 先把它那個粉往下 然後往下以後把它撕開 很好吃 OK OK 然後這就是正常的掛了 正常的話就是把它掛起來 但我們今天呢 就是不正常的版本 OK 所以先把這個粉呢 倒到我們的A杯裡面 全部倒進去 大概是13克 然後呢 這個掛綠袋先放著 然後整備一個湯匙啊 攪拌棒都可以 然後呢 我們水溫大概是90度就好了 然後我們就先倒200CC的水 好 200CC的水 然後給完水就可以開始計時了 好 200CC的水 然後按下氣勢 大概兩分鐘 然後這段時間呢 你可以先攪一攪 隨時你都可以攪一攪 你只要看到說 我咖啡粉好像已經有一點沉澱 或是說在上面結塊 就沒有充分的在水裡面的時候 就可以攪一攪 然後這個時候呢 把我的這個掛耳包外帶 掛在我的另外一個容器上面 馬克杯也行 就是你要喝的那個杯子也行 好 掛上去 它就充當過濾的作用 給它掛上去 然後等待兩分鐘 OK 那我們準備喔 1分50秒了 我們就可以準備來過濾了 好 最後呢 可能過了1分半以後 我們就不要攪拌了 可以讓我的咖啡粉往下沉澱 你待會過濾起來會更快一點點 接下來呢 就剛剛已經說好了嗎 掛耳包你掛上去了 這個時候呢 訣竅是什麼呢 就是 我讓我這一杯呢 不要太用力倒 因為我讓我的咖啡粉 往下沉澱多一點點的話 你待會過濾會比較快 所以倒的時候呢 就讓水下去就好了 這樣子呢 你的過濾時間會最快 對齁 就是不要讓太多的咖啡粉渣 整個都 把你的那個濾帶齁 整個塞滿滿的 你將會 時間會拉得比較長一點點 當然也沒關係啦 畢竟它濾帶的功能呢 就是 讓你過濾嘛 就是說這樣子呢 會省一點事 你看齁 我倒的過程之中呢 其實就是慢慢倒 也不用太急齁 所以我的那個 過濾的時間就很短 好 慢慢把它倒完 可以看到齁 我的這個 第一個杯子裡面 粉渣幾乎都在我第一個杯子裡面 然後我的 我的濾帶裡面呢 它的流速還是不錯 可以看到 全部都在這裡面齁 那你就待會兒 就把它拿去洗手間 把它沖乾淨就好了 或是把粉 挖乾淨 倒垃圾桶 再去沖洗 就完成了 然後呢 這邊讓它稍微 留一下 整體的時間呢 可能這兩個的 做法是差不多啦 因為 他們本身 這個是因為 用 濾帶這樣倒的話 它就是 給停給停嘛 要給三次 那這個呢大概就是 兩分鐘 加上最後過濾到 一分多鐘 就完全不完成了 大概是三分多鐘 那兩個喝起來的風味 會不太一樣 像這樣的沖法 就喝起來的口感 會再飽滿一點點 那這個的層次感 就會比較明顯 好 那我們等的時間 我們順便先來喝一下 我們剛才第一杯 用這個 直接沖煮的方式的 罐包 聞下去就是明顯的 桃子紅茶的味道 就是 好的豆子做罐包 一樣可以做出很好的 調性 那這是 美味人生的配方 飽滿 然後有點巧克力 然後多汁 風浴 都有 所以這個罐包來說 算是等級算是蠻好的 用蠻好的豆子來做 好 差不多了 插播完以後 我們就把它撿起來 好 我們來喝一下 第二包這個 這個是用攪拌方的方式 來做的 同一個配方 但是風味上面會有一點差別 這個雖然會覺得更棒 它的那個延展性 那個水果調性 還比這個 我實話說 我覺得更香甜一點點 就是剛剛說的那個 香甜的部分 這個更棒 如果各位呢 對罐包有興趣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 用兩個的方法來喝喝看 看你喜歡哪一個 OK 那我們今天關於配方豆 以及單品豆 它的一些恩恩怨怨的部分 我們就說到這邊為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再跟大家討論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掰掰